電子精彩是在澳洲出生的兩歲馬 這匹馬的周歲身價54,000澳元 去到兩歲的時候參加了另一次拍賣會 身價升了很多 去到24萬澳元 電子精彩的副是American Pharaoh 美式法佬 這匹馬暫時在香港比較新一些 成員都不多 知足常洛和街景臨門 知足常洛就贏過馬 美式法佬自己是美國三官馬王 復應的時候就贏過九場頭馬 九場頭馬裏有八項一級賽 他贏馬的圖程14米到2000米 贏的全部都是泥地賽 最高競賽成就當然是美國三官 2015年的時候 先贏了美國肯塔基打比大賽 接著就贏了必利時錦標 最後就贏了貝蒙錦標 他那年的年尾去到堅蘭馬場 參加了肉馬這杯經典大賽 結果都被他贏了 至於電子精彩的舞就是 Starcraft 星球爭霸的女兒 沒有上陣 母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雖然出現過新力鋒和入侵者 這對同母兄弟 新力鋒來到香港主要是贏短途 入侵者兩歲的時候 就贏適利玉馬錦標 但是這個母線家族的其他成員 有些都有些長力 贏到一里 甚至長少少路程都可以 先看了負母兩線 這筆電子精彩 看來都是初期跑短途開始的馬 跑下去可以略略加程 1400米、1600米塗程的賽事 他很大機會應付得到 文家良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職聖馬有1匹 那一匹是金鑽貴人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初出職聖馬都有1匹 那一匹就是古浪非凡 初出上島名的馬都有1匹 那一匹就是洪海勁 快馬加邊是澳洲出生的兩歲馬 這匹馬的周歲身價 5萬6千奧元 他的副是Better Than Ready 這匹馬來了香港有一段時間 不算很長 成績和成員都似乎正比例 因為成員少一點 成績都算是過得去 今季有一匹是大放異彩的成員 勝二龍 贏來地就贏到上高班 但中下班次的成員創其職 就算是似好非好 接近過 贏馬就未贏 Better Than Ready 自己是More Than Ready 的指字 服役的時候贏過八場頭馬 都是集中贏短途賽 由1000米贏到1200米 最高競賽成就贏過表列賽 至於快馬加邊的母線那邊 他有兩匹同母兄長在香港上陣 一匹是有利高 一匹是五雷火 有利高是贏過馬 都是贏短途賽 五雷火跑得一般 只是上名 而快馬加邊的母系 曾經在美國贏過四場頭馬 贏馬途程是900米到1300米 四次贏馬都是泥地賽 其他母線家的近代成員 都是美國馬 跑短途 最多就贏到中距 看完父母兩線 這匹快馬加邊 看來是比較早熟的短途馬 丁冠濠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即勝馬有1匹 那匹是聚風雲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雖然未有初出即勝馬 但初出上到名的馬有1匹 那匹是保安威 好友喜是澳洲出生的3歲馬 這匹馬的周歲身價 65,000澳元 赴是Don Approach 黎明路向 這匹馬暫時比較新 成員亦少 不過今季有成員贏過馬 贏馬那匹是洛家福 贏短途 其他成員 街福區和盈月 街福區是在陣上接近的 黎明路向是新路向的指示 前葉森打給德主的指示 他服役的時候很厲害 贏過8場頭馬 1,000米贏到1,600米 一級賽他贏過4項 先在2012年在愛蘭贏了 愛蘭國家錦標 之後轉戰英國在新市場 贏了杜河斯特錦標 兩項兩歲馬一級賽 去到2013年 先贏了英國2千堅尼大賽 之後轉戰王家瓦士谷賽奇 贏了聖之武士王公錦標 至於很有喜的武士 Dan Hill 單山的女兒 他沒有上陣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先說很有喜的幾匹同武兄弟馬 雖然都贏了短途賽 但其他成員實際上很多跑路 要跑到一里或二以上才剛好發揮 而這個武線家族的近代出了一匹 很厲害的馬 是保濕器 贏過澳洲杯 和戴花錦標 這些都是長路程的賽事 看完父母兩線 這匹很有喜看來有可能是初期跑短途開始的馬 跑跑下就要加程 加到1400米、1600米 甚至再長一點路程的賽事 有可能更適合他發揮 很有喜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是維多利亞州訓練的馬 參加過兩次試集 就贏了其中一次 贏了試集那次 同組的第二、第三名馬 第二名那匹 之後在維多利亞州 贏了兩場頭馬 取石馬房的初出馬 近季表現一般 上季沒有一出即聖馬 初出上到名的馬 只有一匹 那匹就是胡椒君草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暫時都未見到有取石馬房的初出馬 贏馬或上名 你知我得是紐西蘭出生的三歲馬 這匹馬周遂身價值25萬奧元 連馬斯、姚本輝親自引入的馬 你知我得除了聖靈瀑布的指示之外 同時也是燈膽王子的全兄弟馬 同父同母 燈膽王子剛剛打開了勝利之門 在香港贏了一場1600米的賽事 而你知我得 因為父系聖靈瀑布、唐家士打、理賽得主 而無線家族的其他成員 除了燈膽王子以外 曾經出過首飾奇寶和必全勝 必全勝就是董事盃得主 首飾奇寶就贏過香港打比余賽 所以如果看血線的話 兩邊似乎是中距離馬多些 所以先看父母兩線 這匹你知我得 暫時看血統的性能應該都傾向燈膽王子 成長之後中距離賽應該比較適合發揮 姚本輝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職聖馬有1匹 那匹是混高八斗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初出職聖馬有3匹 他們是暴大威猛 你知我聘 和烈火進馬 初出上島名的馬都有3匹 他們是萬事快 奧遊天下 和陽光勇士 金火滿帝 是在紐西蘭出生的4歲馬 這匹馬的符是Pure Champion 滿彩 大家應該還記得他 滿彩來過香港服役 雖然他在愛爾蘭出生 來到香港之後 贏過香港的三級賽 跑馬一月盃 退役之後 他沒有回到愛爾蘭 轉戰紐西蘭 結果成為一級賽冠軍 在2014年的時候 學斯灣三冠的次關 溫沙牧場盾 結果是他贏了 結果到退役之前 已經趕及成為一級賽冠軍 如果說回血線 滿彩 Food Steps in the Sand 的指示 服役的時候 他總共贏過8場頭馬 在愛爾蘭香港 紐西蘭三地贏馬 贏馬 贏馬途程 介乎1200米到1800米 而金火滿帝 就是第一匹來到香港服役的滿彩指示 至於金火滿帝的武系 就是Ancosta Di Lago的女兒 沒有上陣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雖然有不少的馬 初期贏到短途賽 但其實大部分的馬 跑落中距離賽 甚至再長一點路程的賽事 更合發揮 這個武線家族 近代出了一匹神聖選擇 就是輝明頓 美亞經典賽的得主 一級賽的冠軍 以及在2011年的時候 贏了色尼唐家士打一理賽 先看父母兩線 這匹金火滿帝 看起來不像短途馬 跑落中距離賽 甚至再長一點路程的賽事 才能夠發揮 金火滿帝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參加過一次試襲 試襲一次跑第二 不過跟他一組出事的 第一第三名馬 兩匹馬暫時都未贏馬 跑第一名那匹就是上名 審習城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即勝馬有兩匹 他們就是浪漫勇士和風雷電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初出即勝馬有兩匹 他們就是維港智能和雪涌神區 初出上名的馬有五匹 他們就是金鼓齊聲 好玩奇兵 十八獎 超超比 起連勇敢